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基本的数码安全 现在我们的生活都离不开 这个手机啊 智能手机跟电脑 而且 我们时常都可以听到 很多关于那些 骗案啊 还是什么 那些 电子的Digital的东西都不安全啊 什么什么钱不见啊 还是什么被盗用啊 等等等等 其实这些都不是新鲜的新闻了 很多 银行啊 和那些 国家银行啊 他们都有出很多那些notice 和我们讲 要小心怎样使用 我们的 smartphone啊 跟电脑这些等等的 Digital的 产品 嗯 就 很多人都去报警啊 但是 有时 有一些诈骗集团 他们都是来个国外的 都很难 调查 然后 有一些 就 调查 就 拖很多时间 等等等等的 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怎样去防备 怎样防备 嗯 通常 嗯 诈骗 诈骗的这些诈骗 电子 数码诈骗 嗯 他们会有分 很多种的方法 其中几种就是 或者是 sms 你啊 信息你说 你中奖了啊 还是等等啊 什么什么 之类的东西 或者是给 send一个link给你啊 讲 有什么free gift啊 有什么赠品啊 啊 然后叫你按那个 下去 redeem啊 啊等等 或者是 或者是 就是说 你的什么什么银行户口 过不到啊 还是什么 你的password 什么 要到期了 什么啊 现在立刻 立刻就要 赶快 就要去 更新你的密码 什么什么的 但是你按那个link啊 那个链接一过去 其实不是银行的链接 不是银行的链接 所以 你一打 一打下去 然后你的资料就会给他 拿去了 拿去了 或者是 有一些就说 什么什么 你是什么 某某某某 下工资 买东西啊 然后有什么什么payment 有什么问题啊 然后叫你读那个otp 你的sms的ot one time password 给他咯 等等 这些千万不要给 千万千万不要理他们 不用跟他们讲这样多 或者 最近最流行的就是 就是 就是说 是那个 那个叫 那个法庭打来的 法庭啊 或者是警察局打来的 啊 恐吓你 先吓你 啊 什么什么什么 怎样你犯了什么罪等等 等等 啊 虽然现在我们是数码时代 但是那些责法人员啊 他们还不可以用电话来抓人的 啊 还不可以 不可以用电话来抓人 如果是电话都可以抓人 这样我们都不用警察了 对吗 嗯 所以通常他们怎样骗你的 就是 吓你 很很很急的 啊 没有时间给你去想的 然后又 又不可以跟别人去讨论的 啊 不给你时间去讨论 然后给你时间去分析啊 是真是假 等等这些的 啊 很像要是 洗你的脑 这样的 所以在这里 嗯 我就跟分 跟大家分享一些 啊 小tips 啊 一些小tips 所以 除了自己要 控制 啊 控制这些 人家不跟人家share OTP啊 啊 不理会那些 大片电话啊 啊 啊 不乱乱按那些link啊 等等呢 所以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来 我们继续下去 所以第一 嗯 OS 我们 嗯 中文叫操作系统 So Operation System 简称就是OS 是管理那个 那个 smartphone啊 或者是那个电脑的 那个 操作系统 那个叫处理如何管理好 我配件啊 类存啊等等的 一个base 来的啦 So 我就个人我就建议 只是用正版 只是用正版 那些Jilbrick啊 或者是什么root啊 那些 你就 尽千万不要用 不是尽量不要用 不是千万不要用 因为你Jilbrick了 或者你用方法 或者你用root 那个机会 中hack的机会是比较高的 啊 你 你的smartphone 现在 你已经是有 一些 重要的 资讯案 嗯 很像一些banking的东西啊 股票的东西啊 跟 嗯 跟钱有关的东西啊 那些 嗯 你在online买东西啊 啊 这些淘宝啊 老大大 shopee啊 等等等等 都会有用到钱的 所以 你要用正版是比较好 而且不要去root它 而且不要去Jilbrick它 啊 为什么呢 你root了 你就root了 你知道 里面有什么那些 木码吗 是不是 啊 你不懂有没有木码 所以用正版是最 最好的选择了 然后 第二 就是antivirus啊 防毒或者是 叫杀毒软件啊 啊 就 就 就如其名啊 就 啊 来防范病毒啊 然后scan啊 查找病毒 啊 清除病毒 啊 这个对我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有时我们 无聊无聊去 到路一些game啊 来玩 但是我们 为了安全着想 我们最好是 先 scan 那个virus 然后我们才安装 就是这样啊 以一方有什么木码啊 或者是有什么wom啊 或者是什么virus 等等的那些风险啊 这样很多人都讲了 一大堆那些免费的antivirus 为什么我们还要花钱 去 付费的 买丢 那些 这样肯定啦 免费给你的东西 跟付费给你的东西 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 付费的呢 通常功能呢 都会比免费的多啦 然后 他们是比较敏感的 啊 所以免费 不是讲不可以用 也可以用 但是 看 看你要保护到的程度 是去哪里的 不过我个人建议 就是可以 拿一些 物费的啦 嗯 ok 来我们继续 然后呢 嗯 screen lock 我 我是非常非常建议 你们是 set up 你们的screen lock 所以当 当你要开 那个 电话的时候 你的 你就要 输入你的密码 或者是用你的tangle print 像如果是 呃 如果 别人有 释到你的电话 还是什么 他们都 没有那个 密码 或者是你的tangle print 来打开你的电话 啊 就是 这个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保护的 你的电话的 那个smartphone的 其中一个功能 然后另外一样东西的 就是 为什么要 App lock 啊 啊 你有screen lock了 screen lock 你时常会开开关 可能有给人家看到 然后 你app lock 嗯 就 你要加锁在哪里呢 就加锁在那些bank application 那些很平行的那些app啊 e wallet啊 或者是跟钱有关系的那些app啊 啊 每一次你 你要用 你就需要输入密 或者是 是你的fingerprint 来打开啦 嗯 然后第二呢 就是信息的app咯 嗯 那个你开sms的那个地方 你也是要把它架锁 为什么呢 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 当你 你的电话 例如你的电话 已经给某某人拿到了 然后 他 他要买东西 或者是他已经知道你的卡 他要带掉了还是什么 他要买你多东西 然后 那个银行会send那个otp啊 去你的电话的sms 所以你抓到那个cad了 所以 你的电话 也是收那个sms 然后 你的那个app也是在那个电话 所以 最好是你是锁掉那个sms 另加多一个发布 就算他有 有 有那个sms 他开不到 他也是读取不到 当然啦 multification那边 你要关掉那个内容 然后 邮件也是要 加锁 为什么呢 因为 很多 你要当你忘记password 你要reset email reset password 他是 通常都是记起你的邮件 reset password 又记起你的邮件 然后又很容易开你的邮件 想象得到吗 然后呢 尽量尽量 拒绝 借用你的电话给陌生人 什么 啊 你哪 你你的电话给他拿去的 他 在那边做什么 你也不懂 是吗 啊 尽量尽量啊 拒绝 然后呢 网络钓鱼啊 然后呢 就网络钓鱼 就很像之前有讲到 他send那个email给你 然后 讲你的password要过期了啊 叫你现在 马上去 啊 换password啊 等等什么的啊 或者是你 幸运抽奖啊 你很幸运啊 抽中什么什么啊 啊 或者是你有什么 有什么优惠键啊 有什么woucher啊 free gift啊 啊 等等啊 啊 然后或者是 啊 有银行打电话来啊 啊 要跟你拿otp啊 你千万千万 不要赌给他你的otp 银行是不会问你这个otp的 或者啊 是 问你的credit card啊 或者你debit card啊 什么号码 什么 啊 那个 那个 那个后面的那个pin啊 那个code啊 这些是银行是不会做的 啊 银行不会做 警察也不会做 然后社交媒体啊 社交媒体啊 社交媒体啊 有一些free的东西啊 什么啊 按进去啊 也是要很小心啊 这些 大家都是要很小心 嗯 所以 这些目前是其中几样 可以帮你们分享的那个tif 所以 也是要靠自己 去小心 利用啊 也是要 不要 不要乱乱按那些link啊 不要乱乱按那些sms啊 等等啊 也 不要 嗯 跟那些什么 打电话来 要抓你那些人 也不用 不要 不要理会他们 啊 OK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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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